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圓山旁邊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大我忘記了 反正正在往市區前進 今天禮拜一現在是四點幾分 三十幾分 今天確實有點晚出門 趕到老地方那邊去 可能差不多快要五點了 就晚餐餐期要開始了這樣 不過也正常啦 因為五點開始跑也是正常的 好 那麼我呢 因為這個五六日都沒跑 禮拜五呢就想說 就給他休息一下 因為反正業績差 禮拜六呢有事沒跑 禮拜天下雨 然後在家就乾脆過在家睡覺 然後雖然晚上好像雨就停了 但我也沒有出去跑 所以今天就來努力跑一下 周間的燙牆 三十五燙 我今天有打算要把它挑戰一下 今天晚餐 看宵夜 看看人們把這個三十五燙的燙牆把它拿到 意思就是跑完三十五燙 那麼這個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需要充短單 所以今天基本上來說 我的設定是只要一樣齁 就是三公里以下我才接 甚至我會看 我會看 看什麼呢 就是 可能拼一下 就是 2.9 2.8 2.7 以下我才接 超過我就完全不管了 我就不動 這樣 因為我今天就是要拼短單 就是要沖趟是 就看看人們 就是今天晚上把這個三十五燙把它沖出來 好啦 那麼 當然我希望可以的話 就都是 兩公里左右上下的短單就好了 這樣是最完美的 好啦 不囉嗦啦 我現在往老地方前進 不過 今天這個 現在 天氣很汙啊 暈塵很厚啊 有點擔心 這個晚一點就開始下雨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今天就會想辦法拼出三十五燙 下雨當然更好 因為下雨更會夾單 呵呵呵 夾二夾三都有可能 這樣 那這個燙子很快就會拿到啦 好啦 那我現在 好 要等紅綠燈 好各位朋友 我才剛停下來 要買水 結果就接到兩單 阿力的 真的超棒 今天開市 非常非常的順利啊 兩單都這邊的 好 各位朋友 目前是6點29分 那我已經跑了9趟 我目前是在這個八方雲機外面等單 這樣子 動作很快 應該很快就會做到我的單 好 那我還是繼續努力啦 哇 剛剛下了一陣大雨 本來以為這個大雨會下個不停 沒想到它居然就停了 好 也不錯 好 各位朋友 那個下雨天 真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尤其是騎大輪的 譬如像我這種 哈哈 我剛剛 又在騎樓 在送 送餐給客戶的時候 在騎樓的時候 全輪打滑 整台車又跌倒了 啊 嚇死我了 因為我時候大包裡面有一份餐點 趕快把車子抬起來 然後趕快看一下這個餐點有沒有露出來 啊 還好沒有 因為那份餐點是那個八方雲機的水餃 哈哈 幸好 幸好 這個也真的是 加強了我下一台車 我要換那個出輪胎 然後小輪光的 這種 這種 這個大輪的我就放棄了 放棄再考慮用這種大輪 這種大輪光的 然後這種 輪胎比較窄的 哇這個下雨天 實在是很危險 受不了 好了各位朋友 我目前人在這個南京西成德這邊 那我剛剛送了手中最後一單到旁邊 那已經送了22趟 目前是8點44分 我剛剛送到的時候 我還在想 我還在想 就是 今天是不是 大概到這邊就要斷單了 所以我正要往寧夏夜市跑的時候 接到一單 那接到一單這個老地方 好朋友 Subway 3公里 呵呵 我想說 啊 現在都 就是 會感覺啦 感覺大概單子就 可能會慢慢越來越少 所以我就還是把它接起來了 3公里 那今天確實 一直很努力的貫徹 就是 超過3公里 我都不接 那也不錯 就這樣子 沖了22趟 但是呢 跟我期待35趟 還是有點距離 我先過馬路 我要去Subway 好 現在呢 要往Subway的方向走 那基本上 今天我是期待能夠跑35趟的這個 應該是這麼講 今天我這個 跑35趟的這個希望 可能會破滅 8點 8點 40多分 45分 啊 啊 現在 就算我去把那個Subway把它接到 用很快的速度呢 把它送掉 那也差不多要9點了 然後呢 也才23趟 35-23 我還差了整整12趟 真的 真的是 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啊 所以我現在就決定 隨緣啊 這個代表就是 假設我要在一天之內 充35趟 我可能中午就要出來跑 光跑晚上是不夠的啦 真的是不夠 好啦 那也給大家一個這個 就是一個 當作參考 當作參考 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要充過30趟 那中午晚上都要跑一下 不能直跑晚上 這樣 我的經驗是這樣 因為我已經幾次了 晚上 直跑晚上大概就充20幾趟 那 就是硬充硬充 就是20幾趟 實在是沒有辦法 所以就 下一次 午餐也要出來 好啦好啦 我先去取餐 各位朋友 我剛把手上最後一段送掉了 我現在在這個 明泉溪 明泉溪的巷子裡頭 因為剛那個 subway 送到這邊來 這樣子 現在就是跑了 跑了23趟 9點了 23趟這樣子 還差12趟 我投降 這樣子 我想我今天應該是跑不到 啊 啊 啊 講老實話 因為 現在9點了啦 那就算我撐撐撐拼拼到10點好了 11點好了 差的這個12趟 我覺得在兩小時內要完成 我覺得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所以 所以就沒辦法啦 也只能這樣子啦 好吧 好吧 那就 啊 明天啊 就明天繼續吧 明天繼續 明天的話 就是週間的燙搶 明天週間 新燙搶 這樣子 一樣35趟 很好跑的趟 好吧 那就明天繼續 謝謝